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吧 欢迎来到交视现场 Plastikphoto.hk 其实用了Nikon这么久 始终有一些东西是超越时代 是很想发生的 用了Nikon这么久 你是说由以前 菲林年代用了Nikon这么久 我Nikon的生命很短暂 你看到那部APP 如果你说最近Z month的都不是很久 Z5之后我们才参与这个大家庭 菲林年代就很久了 FM2年代 那支镜子就持续到现在 Kolin拿来开工的 以前 他说是打仗的 所以他经常说他是工业机 跟我说一亿万像素是改不了口的 所以很多人都问 现在Nikon有些气息了 是 那什么时候出一部平投机啊 是的 就是你起码都要听听我们所有观众 用家的欲望 不是 那个观众还要是后面有句的 你不要样样慢半拍可以吗 是 你慢的你出咯 是的 那现在呢 我们网上就看到有一些叫做 Humors 是的 其实这个不是预想图来的 其实是那个3D engineering的一个 可以一个建模图来的 首先我看到这张图 是 你有什么感觉 A6500 不是 我以为A7C 哦 不是 我以为Full Frame Full Frame 首先当你是Full Frame 是的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兴奋 现在A7C已经出了 是的 你出一部一样样的平头 有什么 有什么吸引 没有吸引 你好像那部Z50出完之后 你的鸡有没有见过人用呢 少一点 说真的 如果用了Z50 不是说柴台 那为什么不用M6 Mark II呢 如果用了Z50 不如多加一点用Z5 是的 真的 是的 之后又是那个反屏幕向下反 是的 古古怪怪 是的 当Nikon其实都看正了 就是说 怎样都是的 它的CMOS就被人绑住了 你不靠光学和机身设计去赢别人的时候 你有什么是可以脱离Sony的基本呢 输啊 你还要跟我说这部是不是Z30 是的 未出的嘛 是的 死得了 你出 只会被我们又骂一次 你未出已经看到它是绝路了 甚至乎 未出已经想骂了 是的 还要看到它背后的Mona 不是Full Frame 不是正常Full Frame 高连说是中族Fritmon 够了 不要再玩了 右向下反 死得了 这部机摆明是自挖坟墓 你想想 所以 mateix A6667 A666 表输了多久 像现在的 你现在今时与我说 还在弄一部APSC steadilymm X-T4 賣14000元 浪價 然後Canon說他值6000元 是啊 Train-in價 但是A7C 11000元 你看看多硬 所以見到就是平投 其實我不相信Nikon裡面 是沒有人才去研究市場 都沒有什麼 其實沒有研發可言 純粹是把幾樣東西炒起來 市場調演而已 純粹是用家想怎樣 我們收到很便宜的 不如請我們問一下 是啊 我很清楚的 我們都挺有代表性的 現在我們說出了很多 用家的期望與失望 大家說出一部平投機 不是要ABSC的平投機 首先 你不要再擠了 第二 就算是Full Frame 也不是要這個樣子 還有ABSC你沒有CMOS用 你還是Sony那時候A6600 那塊2400萬 所以你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意思的 就出Full Frame 出來被人笑的 是的 你出A7C2400萬像素 沒有問題的 因為現在有Photoshop 沒錯 根本上不需要高像素 那我講一講 我們今天賣大包不收你錢 還告訴你應該怎樣走 你跟我做一部這樣就行了 S就是這樣 見不見到 你可以出以前的舊鏡 沒有問題的 那你就說 我們手動對焦 其實你可以做Auto對焦 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本身S的設計 那個對焦環 是在機身上的 是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 剛才你就向我解釋 當我還在看那個蜜蜜 是什麼意思就是 你說 不想我TechArch放進去 不想我TechArch放進去 我們做到技術研發了 你出一部機 我們找TechArch幫忙 哈哈哈哈 拍線 是啊 穿針引線 其實你自己做都行 找TechArch聊 我要我今晚做TechArch 是啊 其實真的可以 不就是剛才那部Z30 你出正常的 不就馬上出一部Auto Focus 再加一個TechArch下去 搞定 的Nikon S 是啊 喂 我真的 你的名字都幫你想起 Nikon S Digital 搞定吧 搞定啦 實紅的 是啊 然後你就復刻 51.5 復刻51.4 你就出了 50.95 是啊 他們光學公司 以前的光學設計圖 我肯定有 還要加上今時今日的杜莫 的話 光學質素一定不會差 一定不差 真的是 這個是我們普遍這麼多觀眾 我們只是收訊息 都收完就說 個個都說出平頭機 有沒有飯館設計 喂 你不是從 scratch去的 你這麼多年光學歷史 已經有這部機器在那裡 還有不用想那麼多 你只是做中間那段有幾點 這樣對焦就可以了 夠的了 其實是TechArts 都是啤酒的 大家接受 用得平頭機的人 又不是說要你 1秒20張 不趕時間 輸招 我們不趕時間 是啊 好像用Nikon M一樣 不趕時間 連拍是沒有意思的 你慢半拍不要緊 你可以慢多幾拍 你慢多很多拍都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品牌 那H是變動 是啊 就是你 你走先進的沒問題 你設 現在設6.2 設7.2做得很好 是 就是我們是正面的 是 給大家一個正常的反螢幕 就鋸掉了 是啊 是啊 但是 你不要真的不要出Z30 笑死你 是啊 還有開放回 不過我剛才也 我們也有提到另一段影片 就是說 都迫著開放的市場 都跟騰鑼合作的 我們眼見的將來都知道 就是Nikon是會的 那既然你有一條 Full Frame的工作線路 那你要出一部 用來luxury文魚 就是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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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kon S Mount 好我幫你想一想 其實剛才說Z30 是不是真的笑死人呢 都不是的 如果你出這部機賣3千元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以前V的那部機 你學一下Canon 那些壞東西才可以 我最便宜的那些 打爛的市場 你出這部Z30 賣4千元 是不是 是 連一支KID 那就可以了 就是Canon現在不是拿一部 M6M2來跟你拍攝 那就有得 那就有得 玩 才不罵你 Canon現在甚至乎 就是說 就是有很多訊號說 他們那個M series 是不會死 又說那些鏡頭會脚出的 應該都不會 他們買得很好 是啊 他到現在 拿一部M6M2 便宜價 他把整個APSC市場 把整個 他把整個 他的樣子不夠漂亮 是啊 但是 才還有很多富士用家 是啊 他追焦機能 顏色 所以才迫到Sony要出一部A7C 是啊 就是出一部平頭機 但是Full Frame 但是Full Frame 有了Full Frame 其實是真的為了迎戰 M6M2 但是Nicon 你出一部Full Frame 平頭機 好像A7C 是沒有用的 是啊 是不夠 就是今時今日不夠做 還有一個問題是 這部機的預想圖都說 Sed Mount 比那部機身的高度 笑死人 你整整是 你看到它那個Hot Shoe 那塊膠要做到弧位 來奏回Sed Mount 但是你裡面那個是APSC CMOS 你搞什麼 不要想了 算了 算了 Sed Mount 大家聽我們說 我們這些叫什麼 什麼 間 間言 瞬間 已死瞬間 這樣還沒死死的 他還要幫了很多二手市場的持有 以前 這個是不是叫S鏡 是啊 的年代的人 你馬上把全部的用家 或者舊有的用家 會令我 死你 每個人都買了一部 是啊 真的 你鏡頭慢慢出到未遲 因為你大把二手鏡 backup你 還要把老鏡 還要把老鏡 Auto Focus 是啊 醒了 是真的 有排J 是啊 之後就Nikon Crossover Ted Art 我告訴你 你肯走這一步 你馬上可以挑戰 Nike 那個地位 是啊 立刻上回第二位 因為真的 真的 你有這樣的條件 你猜每個間廠都有這樣的條件 還有 剛才說 說 今時今日 最好賣的 無反相機 銷量計 是M6 Mark II 這一部 根本上是對正 那個target audience 就是說 要細部 平頭 帥仔 換味 M6 Mark II不漂亮也就是這麼多 這部 為什麼不搶呢 不是啊 如果出這個樣子 要 full frame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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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吧 是啊 你只是問Sony買而已 是啊 我全都給你意見了 是啊 就這樣